台南幾年的論文宣廟和一般空廟 在國內九月二十八後來基盤 這項電力時間是不三天 主辦是由新鳳区一賣國外区公所 輪流來丹金 今年是輪到官廟区 今天的電力是完全來專注到 這個國內的進行 在地的公司出國小學生 也在留稅担任職下 來跟現場來管理 希望可以透過這個規定 讓學生學到尊重留稅的精神 今天在台南官廟区公所 在在幾年的論文宣廟 古版廟座空的電力 娛樂區長來擔任主席官 來帶領到大家的進行精緻衣服 這個過程也是都尊重到鼓勵來辦理 現場的氣氛是相當中嚴重中 敦連聖廟是新鳳区裡面的 季孔的重要場域 在清關器時代的時候 定灣人們主發揮 國學為主的敦原社 在1927年的時候 各界募款建校 建廟 至今有93年的歷史 一直以來 就永康仁德歸人 關廟 隆起五個區公所輪流啟辦 最主要的是 他是唯一的主廠的私人文廟 有悲於其他928教師姐的孔季孔 全程都遵循鼓禮 30位的旅生 月生參與 但沒有所謂的義務 只要是三縣以及氣功者的參拜 有個公所都派人到場 簡略而隆重 在地公司出國小的學生 也在老室的創作 來告了現場關 剛才說是剛好配合上課程的學生以外 也是希望藉由參與作控電力的動作 來歡迎學生尊師中道的意念 還有實質的意義 最主要我們四年級的國語課程 現在有上到靜置庭這個內容 讓小朋友透過今天參加季孔 對讀書的重視 對這些學問的重視 那也到這邊來 讓季孔的儀式 這些儀式在小朋友的心中 留下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讓孔子祝福我們的小朋友們 每一個人都非常的聰明 讀書一目十行過目不忘 幾年燈蘭新廟的作控電力 是由到新封區邀的國外區公所 來輪流鼓班 今年這是輪到館廟區來主辦 也跟一般公主廟在告訴 很多作控不一樣 燈蘭新廟是在農業的 11月4號來進行 配合上公主聖誕2517年的記輯 希望可以大家 做回來紀念公主的進行 記者靜家民規林区才放不得 我未來的 總統 建議 對 感谢观看